对于这个儿童打疫苗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指挥中心陈时中部长刚刚有讲说 是昨天才突然宣布这个儿童疫苗 DNT疫苗采购的消息 说他们第一时间能够得到什么疫苗 中央也不知道 请问市长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吗 那另外因为其实那个蔡副市长 昨天有谈到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所以想请教一下市长怎么看这个情形 谢谢 小朋友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窝吗 所以不能不知道 其实小朋友接种疫苗不是第一天讨论 我相信在疫苗的采购也都有既定的计划 接着是说什么时候疫苗要进来 什么时候要做接种 规划 齐程 这些都要用心去做 不是说有什么疫苗就打什么疫苗 就会碰到现在的困境 所以我想最重要还是 你有没有用心在小朋友身上 小朋友接种疫苗是何等重要的事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思考到要如何做才能够让家长放心 家长的选择权你有没有纳入考量 所以我才刚刚提到说如果可以重来 我们真的要及早做好规划 地方在执行上我们一定做到最好 但是有关疫苗的 齐程 接种 这些还是要前骨一致性 所以我想我们都是用最用心的来看待这个事情 我们没有人可以不知道 谢谢